星舰的推進器沒有按照原定計劃 在升空三分鐘後與星舰本體分離 反而爆炸墜海 不過對於這樣的結果 SpaceX的團隊以及馬斯克已經相當滿意 甚至鼓掌歡呼開祥兵慶祝 陳蔡與NASA噴射推進實驗室任務的專家 也樂觀看待SpaceX的星舰計劃 有消息指出 SpaceX的星舰計劃截至目前為止 已經施資了30億美元 大約是台幣900億左右 不少專家認為 這項高成本的太空計劃 未來若真的成功 將能夠有效降低發射載具 到外太空所需的人員相關運載成本 並以此徹底改變現今的航太工業 STARSHIP has the potential to be completely revolutionary It's gonna be a real game changer Just because of its scale Because of its economics And because of its capabilities All three of those reasons We'll really change what we do in space 事實上星舰的發射計劃 已經籌備了近20年 也就是在2005年 馬斯克暗示要建造名為 大型獵鷹火箭時就開始 目標就是要將人類送往外太空 並在火星建立人類定居點 而這個遠大的夢想似乎近在咫尺 SpaceX公開的資料顯示 高達120多公尺的星建 能夠將150-250公噸重的貨物 運送到地球軌道 甚至還能運載SpaceX開發的星鏈衛星 並同時搭載多達100名乘客 因此SpaceX也被視為最有潛力 可以將人類順利送上太空的商業公司 華語新聞薛珮軒綜合報導 請訂閱按讚分享 華語新聞YouTube頻道 並開啟小鈴鐺 及時掌握全球時事與最新趨勢 打開吧 請訂閱按讚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